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净利润大概是23亿多元 那现在基本上今年呢 就是20年 它的净利润可能也就2.34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其实我们看到20年1月到3月上旬呢 其实海底捞的所有的店面都是关停 随后随着国内的这个疫情有效得到了控制啊 但是这个入店的人流量还是有所下降啊 然后它的这个翻台率也是有所下降 包括整个公司这个业绩的增长 我们看呈现出一个比较乏力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市场现在对这支各股的争议比较大 一方面认为确实是估值比较贵 但另一方面也认为这公司还是有包括品牌啊 包括它的这个新店开设非常强劲啊 一些利好的数据的支撑 所以确实目前是争议比较大的 嗯 像这些争议刚刚也说有些是看好 但有些像比如说最近的一些舆论 对最近这些舆论您认为会不会对它产生一些一定的影响呢 首先刚谈到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它的这个未伴侣啊 就是它把之前的这个牛肉粒改成了这个未伴侣 就是说有可能这个这个产品可能是它的一次试水 有可能是它旗下的这个遗海或者是属海做的一些加工 可能会尝试是不是切入这个人造肉市场也是未知啊 嗯 因为本身它这个未伴侣本质上就属于这个植物基的人造肉 嗯 它的产品主要是来自于转基因的这种大豆蛋白 嗯 那其实我们看尤其是在海外 嗯 包括肯德基啊还有很多风投机构 现在都入股了这个人造肉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嗯 如果是测算人造肉这个市场 它的这个渗透率如果只有1%的话 那它整个的市场空间都能达到140亿美元 其实不排除海底楼在这方面想有所布局 嗯 当然国内的消费者买不买账是一回事啊 但是我认为就是说如果公司在这个新的这个赛道上有所尝试 对公司也是有所是一件好事 此外呢公司除了说20年的这个金利润大幅的这个缩水以外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21年还是有不少的利好的因素在这个持续 比如说它20年一直到21年它的这个都是在积极的开店 这方面扩张是非常非常的强劲的 那我们说在疫情冲击下呢 它其实抢占了一些租金相对便宜 然后租期相对又比较长 那在这个时候又能保证良好的店面位置 其实它也就是说它能够提前锁定 锁定未来这个多年的销售收入和盈利增长 这个其实是市场比较看好它未来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点呢就是说海底捞它的这个客军的单价超过了100元 这个是在一线市场是尤其是一线城市是颇具品牌影响力的 这个是在中国的这个品牌连锁的这个店里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中国是非常缺乏餐饮连锁品牌 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连锁品牌的这个渗透率是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渗透率是可以持续的继续上升 此外我们看着随着这个城镇化的这个趋势的不下快 加上新型的购物中心的不断的这个涌现 其实海底捞还是有足够的这个市场空间来这个提 进一步提高它的在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这种渗透率 此外呢我们可以看到疫情期间它这个租金的成本其实是有所下降的 就是说客均单价或者说它的翻台率是有所减少的 但是呢小型的餐饮其实受冲击更大 像这种连锁餐饮呢 其实它的厂站的份额只能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快 所以我们测算它二二年呢 它的门店的数目有可能可以达到1600家左右 那这个数据还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综合这几个原因吧 我们还是认为海底捞是一家非常优秀的这种餐饮连锁品牌 再加上我们看到中国整个就是说 第一个对火锅 第二个大的餐品是川菜 这两个的市场战略率前者是第一 14% 那川菜呢是12% 所以我们还是非常看好在这两个赛道布局的餐饮连锁的东西 所以说像您刚刚所说的无论是从它的市场布局 还是对未来的发展 其实都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向 不过刚刚您也有提到像它的估值 可能是不是说您认为它有点偏高 或者是对未来的一个估值您用怎样的一个预测呢 对如果以它目前就是说20年的这个净利润来看 它现在的估值明显是远远偏贵啊 但是因为大家现在其实看的是2122年 甚至说更长远的这个目标 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在这种比较纠结的这种状态下 我们建议呢投资者可以说如果是长期看好中国餐饮品牌 这个壮大这种趋势变化和消费升级的这个趋势下呢 我们建议投资者是每逢大市调整的这个低点的时候可以是逢低吸纳 当然不建议追高了 是像刚刚说的像中国的餐饮业 其实也是对未来来说您是比较有好的一个信心的 不过我们看到像比如说像近期的餐饮业股 其实有个大铺回调的一个现象 不光是海底捞像九毛九啊 下铺下铺等等都出现了一个回调 那对于这个您认为背后原因是怎样 其实因为20年呢 其实资金就是龙头聚焦和这个集中在这个龙头股上 尤其是像新经济股啊 然后这个医药还有就是消费 那消费里面尤其是大家都比较看好这个餐饮 餐饮这个赛道 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中国的这个餐饮的渗透率只有2%左右 这个是远低于这个全球的平均水平和远远低于美国 所以这个我们不光是一级二级市场 我们可以看到一级市场在这方面的投资和涉足也是非常的多的 但是就是说确实是21年就是说以来 尤其是这三月份杀这个估值的现象非常的明显 我们看泡团取暖的这个现象 也开始这个解团解散这种 那目前看我们看餐饮啊 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投资者可以说看好就是说餐饮龙头吧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一个是火锅的餐饮龙头和这个穿菜的餐饮龙头 包括这个海底捞啊九毛九啊 尽管现在目前估值确实是相对比较贵的 但我们认为还是可以择机择机入市 目前可能之后也会有个比较好的机会 这也是适合投资者们看好这个行业投资者们来入市 那么本期呢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就先暂时聊到这里 非常感谢今天赵老师带来的深刻解读 也感谢各位的收看 欢迎您持续收看现代电视 为您带来的其他财经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